范爷冰冰X战警续集显微 这学校 这自动门 这不重要 这轮椅 还有这卡斯 是的 新旧药角大拼盘串联古今故事线的X战警 未来昔日释出首颇预告 得了很万众瞩目的范爷饰演的Blink造型曝光了 扎眼两分多钟的预告 他竟然有两个镜头啊 证明了范Blink Blink越来越有本事啊 大大超越了百变变 范冰冰饰演的这个Blink是不稳定的变种人 超能力是瞬间移动 难道中国移动有置入吗 不论是动人或自动 他都会发出Blink的一声音而得名 而且他全身都是粉红色的一奥 原著漫画里出现不到一个月就死翘翘了 哦 又是范爷啊 还记得他在《钢铁人3》中国限定版硬插小护士一脚 说了三句台词自爽 这次可是堂堂起进了X战警电影版的预告呢 还强占了两个镜头时呢 黄种人的逆袭 在逆转人生里为有钱白人推轮椅的 勉强黑人欧马锡也是新登场的变种人啊 却只有这么惊鸿一批 连X教授的轮椅都没碰到呢 范爷真的很招望 苹果娱乐 网易 嘀嘀点赤就没了 不到